你敢不敢再对我说一次永远 爱就像最爱你都不曾变过 Hello,GIRLSTYLE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Erik Joe Shun-Zhe 我必须演员,然后回到屏幕后 我必须看起来,然后断绝,然后再次演员 我认为我能够想起来,然后在最终的结果 就能够拍摄到我的意见 我跟我期划一起讨论,把这个故事讨论出来 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MV的开场可以是男女主角在对看 有一种在感情里面吵架,会不知道要做什么 然后就是不知道和好,谁要说对不起 或是很尴尬的事情 然后所以在拍MV的时候,我也在打那个 要借位的时候,那个角度就很难 因为我很怕就是打到他或怎么样 所以那个take on pilot 是里面最多词的一次 talk it out,我会聊天 就是不要用暴力去解决问题 我很喜欢有一个韩国的winner 那首歌叫So Young,好像是 然后就是在Paris拍的,然后非常浪漫 我很喜欢那种微电影的感觉的MV 我现在会想演一个比较反差的角色 就是可以是个坏人 或者是可以是一个个性 就是两面 就是我觉得在演技上可以有挑战性的一个角色 会很酷的 一直以来我的琴 听琴歌最早是Joji Lund 所以他算是我在琴歌上影响很大的 也算是其他我开始想创作的一个很厉害的前辈 所以后果然我会在海洋家里 在沙漫里 喝一杯香菲 Korea-wise 我希望我能够好处理 但我会继续创作有趣的歌 算是一直以来我的梦想 然后终于要发生 需要做很多的准备 然后我的家人都非常期待 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所以很期待在5月11号 这首歌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你敢不敢再对我说一次用 愿爱就像醉 爱你的我不曾变过 我还记得 沿途的景色 路走的曲折 唯一就明星深刻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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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